他路过一家零首富的超市 毫不犹豫地抬腿进去 什么东西贵就拿什么东西 堆满了整个购物车 然后转手就卖给了二手商人 赚了个金盆满钵 这还不够 他又找到了零首富的经济店 买了一大堆的经济 回头又卖给回收黄金的商家 紧接着 男人挑了一辆最豪华的车 过瘾后就开进了地下市场 把豪车给卖出去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男人至少进账了几十万欧元 他去租了一辆超跑 以一百码的速度行驶在路上 结果开着开着 男人竟然毫无知觉地睡着了 朋友吓坏了一巴掌扇过去 把男人给扇醒 然后 他们把超跑停在路中间 都有些惊魂未定 原来这个男人得了癌症 从小总会这样睡着 上电梯时会直接睡着 在等车时也会直接睡着 这一次睡着后 路人把本诺送去医院 本以为是因为荷尔蒙的原因 但医生给了他一张片子 他脑海里有一颗鸡蛋大的肿瘤 而且已经是到了晚期 本诺惊呆了 情绪一激动他就又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 全身都被五花大绑着 他好不容易挣脱去洗了个澡 一开门就瞧见了自己室友安迪 安迪是一个肺组织纤维化病人 等肺炎已经等了三年了 等的都有些绝望了 于是在一天夜里 安迪爬上了天台 录了最后一个视频就想自杀 对他还是个抗癌博主 但他的粉丝只有十二个 其中四个是他的医生 还有三个已经挂了 正准备自杀时 在一边睡觉的本诺叫住了他 安迪也不记得要死了 和本诺聊起天 他说自己还没来得及 在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觉得就这样病死有些可惜 至于本诺游手好闲了一辈子 陆路无为也没有成就 谈起人生注定是有遗憾的 第二天本诺路过医院一角 时看见很多快递 路人解释说 这些都是病人刷信用卡买的 反正死了后都不用还 本诺灵光一闪找到了安迪 让他去银行贷款一人一半 最后疯狂后一分钱都不用还 安迪听得一愣一愣的 本诺还说他们可以开一个博客 记录两个快要死的年轻人 是怎么疯狂度过余生的 安迪心动了和本诺去了银行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本诺扶着安迪签了贷款 但最后一秒时安迪实在憋不住 他真的差点没起 贷款抛摊了本诺被气得要死 偶然间他们路过一家零首富的商场 他灵机一动带着安迪进去 疯狂购物 从商场辗转到金店再到车行 然后把买到的再卖出去 他们赚了个金盆满拨 开心地租了辆超跑去兜风 深夜本诺看着照片 十分想念自己的前妻和女儿 他走出医院去了前妻家 可到了那里他才知道 前妻马上就要结婚嫁去非洲 对方是个无国界医生 比游手好闲的他要好太多了 前妻母娘看他很不顺眼 还叫出了条恶犬 本诺万念俱灰回到医院后 就找安迪要那一半钱 他要离开这里去非洲 安迪提出要和本诺一起走 在医院待了三年他早逆了 为了出行 安迪带了整整一行李箱的氧气瓶 又去护士办公室偷了几盒马飞 就这样和本诺上路了 他们站在机场大厅 闭眼随便选了个非洲的目的地 就上了飞机头等舱 一张票7000欧元 至于回来的票则是一把手枪 安迪都被本诺吓坏了 大哥你是怎么带上飞机的 一路有惊无险地抵达非洲 先来一个日光浴 当本诺知道安迪至今还是童子生时 便微微一笑要给他安排一个难忘的夜晚 男人温柔地亲吻着女人 气氛正上头时 男人却提出要暂停冲进卫生间 拼命地吸了几口痒 然后再冲出门继续 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女人停不下来了 男人十分窒息 他快要喘不过气了 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 本诺冲出来给安迪做人工呼吸 女人站在一边看着目瞪口呆 安迪发觉后一咬牙 又亲了上去 本诺坐在一边一声不吭 这可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安静下来后安迪才说 自己刚刚醉生梦死感觉十分良好 他问本诺这会是最爽的一天吗 第二天本诺就弄来了一辆房车 说要带安迪去世界的镜头好望角 路上安迪问他不自觉睡着是中什么体验 本诺说自己其实能感知到一切 但他不能有反应也不能懂 其实这很痛苦 路上本诺买了一些当地的水果 安迪很嫌弃说这些并不卫生 本诺不相信 结果吃了后上土下泻无比痛苦 这天下了大雨 他们就把车停在野外休息 安迪胆小比较害怕 没在医院他甚至不敢注射马飞 一旦他睡死过去氧气瓶就会失灵 本诺看安迪实在是睡不着 就带他去了工地上爬上吊塔 本诺抢过安迪的氧气瓶 要他自己走过来拿 安迪看看下面怕得要死 为了不憋死 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爬过去 管子插上氧气瓶那一瞬 他感觉自己都要飞起来了 看着下面的万家灯火 本诺说每个人都会死去 可其他人都还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 一生忙忙碌碌深陷生活的泥浪 而他们是自由的 因为知道死亡的时候 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 他说得正高兴还爬起来蹦了两下 突然 本诺竟然又睡着了 还好有一只脚挂在了上面 安迪力气太小了没法拉他起来 只能用皮带把本诺绑住 本诺被吊在空中看到了日出 他们一直带到工人来上班才获救 车子一路往南开 本诺和安迪交替着开车 这天安迪实在太困了就说睡五分钟 让本诺在旁边看着他 本诺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等安迪醒来 发现本诺也睡着了 他哭笑不得 爬起来去草原里上厕所 结果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男人正在草丛里上厕所 突然他发现前方蹲了一只狮子 他想趁狮子还没过来时偷偷溜走 但已经来不及了 狮子慢悠悠地走向他靠近他 男人大气都不敢出 紧紧地闭上眼然后 狮子送了他一泡尿 还贴心地洋了洋土就悠悠地走了 男人缓过神来十分兴奋 他冲上车叫醒朋友大肆地炫耀 经过这一遭后 安迪觉得自己啥也不怕了 甚至天下无敌了 再次上路他打开了房车天窗 一咬牙把自己所有药都给扔掉了 车子停在路边一个加油站加油 一个男孩趁本诺不注意 想偷他的钱 结果被本诺抓了个正着 本诺没有多计较放走了男孩 谁知等他们在启程时 竟然发现男孩正在车子里睡觉 男孩说他很可怜需要赚钱养家 安迪相信了他 不顾本诺的反对把他留在车里 男孩的到来 让房车里也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这天晚上在篝火旁 安迪和本诺讲起了自己的家人 再次想起女儿本诺觉得有些难过 安迪就拿出了相机 让他录一些视频发到网上去 前妻总会看到的 或许这也是本诺临死前 能留给女儿的礼物 第二天早上起来 男孩已收拾好昨晚的残局 做好早饭 他们交替着开车一路向南 终是在本诺前妻的婚礼那天赶到 本诺溜进婚礼现场 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玩捉迷藏 便十分激动地上前打招呼 却又小心翼翼不敢惊扰了女孩 他抱着孩子走向前妻 前妻十分惊讶因为 本诺竟然连自己孩子都认不出 前妻气急败坏 本诺说自己现在有很多钱了 可以养得起孩子了 可当初前妻本就不是因为钱走的 而且最开始走的人 是本诺 面对前妻的眼泪他很愧疚 又说自己得了癌症 是来跟他们告别的 结果下一秒 他以为本诺还在骗他 看见老婆哭得无国界一声很生气 一拳打上本诺现场乱做一团 最后是安迪掏出枪放了一枪 才结束了这场混乱 离开婚礼现场的本诺情绪低落 深夜还在湖边发呆 安迪过去安慰他 不知不觉中两人开始袒露心扉 谈过往谈家庭谈人生 谈得越来越深入 最后就在湖边睡了过去 第二天等他们醒来时 恶然发现男孩开走了房车 包括房车上的钱全部都卷走了 本诺气得半死 安迪看着看着突然就笑了 本以为要挂在路上 幸好本诺路上拦了一辆顺风车 直接坐到了世界的镜头好望角 他们支起相机 准备好最后一次拍摄 也就是自我了断的视频 先前他们录制的视频在网上 都有几百万的播放 那么这个视频发出去 安迪就一定能如愿 按照约定本诺先干掉安迪 然后再自杀 可他根本就下不去手 安迪抢过枪可真的放进嘴里 也不敢再扣动扳机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突然安迪的BB机响了起来 安迪愣住了 这意味着他可以换废了 安迪欣喜若狂 本诺却给他泼了一桶冷水 说不定这是来骗你回去还钱的 这下安迪有些不高兴 两人大吵一架就此分道扬镳 安迪直接踏上了回程的飞机 直接回到医院 可医生看见他却愣住 原来医生拨打安迪的BB机 并不是因为有肺原了 而是想要找本诺 当初他们误诊了本诺梅的癌症 安迪傻眼了 另一边的本诺和安迪分开后 他想在死前再看一眼女儿 却发现女儿也会无知无觉地睡着 他担心自己的肿瘤会遗传 于是又去找了前妻 把自己的片子给他们看了一眼 前妻看了后很无语 本诺和女儿都只是发作性睡眠症 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 本诺愣住了下一秒又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他可爱的女儿 以及无奈的前妻 这时候本诺才告诉前妻 当年他不是一走了之 他白天在工地晚上去上夜宵 本诺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 但没想到当年前妻最想要的是陪伴 只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两个人笑笑都释怀了 突然本诺愣住了他被误诊 他不会死难安迪呢 等到本诺匆匆赶回医院时 他才知道安迪因感冒发生了感染 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本诺想尽办法把安迪偷出来 上到天台上看日出 此刻的安迪已经是全身无力了 只能依偎在本诺身上 他早已知道自己的结局 无所谓时间和地点 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 看着日出他突然说 在本诺身上安迪刻然尝试 风渐渐停了本诺流下了眼泪 刚升起的太阳并不算很烈 但却把他晒得火辣辣的 在陷入睡眠前的那一刻 本诺明白了安迪最爽的一天是哪天 就是今天 因为他也一样 本诺和安迪仅仅相识了17天 却度过了这一生最美妙的日子 人活事上终有尽头 重要的不是结局 而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多去经历吧